县长李明珍三号上午出席草屯镇五级包中一名工庆祝69周年活动 并与主任委员张红文前台湾省主席林光华 草屯镇长监景贤议员李周中一同主持开箱祈福 仪式依古礼三县乡三县礼进行 创建六十九周年庆 也扮到我们共和民国人民幼稚圣联议会在这里基盘 感谢国家南北二楼台北高雄 在这些这些公廟来参加这次的台会 这个会本来是去年就要扮因为疫情的关系 带到今天大家非常期待 相信我们去民地可以保护我们全国 大家都平安无事 疫情早出结束 林县长说包中一名爷是客家信仰的主神神为贤赫 必有客家族群繁衍荣盛 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适逢六十九周年庆 全国各地一名公庙前来祝贺相当有意义 疫民爷是我们客家神 是唯一真的是我们本土的客家神 并不是外来的 也不是过黑水沟来台湾的 然后这个本土的信仰我们要发扬下去 发扬这疫民精神 这个疫民精神就是不畏牺牲 保家畏国 这次无极包中一名公六十九周年庆 结合全国一名公庙 办理中华民国包中一名庙联谊会 更显意义非凡 林县长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宪政顺利 新冠疫情早日退散 宪民幸福安康 过程庄严隆重 记者柯真宇 草屯镇采访报道